在雷達陶座上看到 今早在珠江口附近 有陶座面的黃色顯示比較強的雨區形成 帶來一些大咒雨和雷暴 今天香港普遍路得超過30毫米雨量 雖然中午時分雨勢小一點 不過雷達陶座上也看到 去到下午 在我們北面和東北面的廣東內陸 繼續有些雷雨區發展 今天是中秋節 今年滿月的時間 每到明早大約11點才出現 到時月球已經在地平線以下 所以今年不能夠在滿月的一刻看到月亮 而今晚越上中天 即月亮升到最高的時間 會是凌晨的零時零三分 不過今晚要見到月亮 相信要破碰雲氣 在衛星圖像上也看到 去到下午在我們附近 繼續都有些對流雲團覆蓋住隔 而在電腦的雲雨預報圖也看到 預計今晚在我們附近雲量仍然比較多 甚至會有些咒雨 要去到明天 當影響我們的偏東氣流比較強一點的時候 在我們附近的雲量才會減少 換言之 明晚追雨的時候 見到月亮的機會會比今晚高 看回衛星雲圖 看遠一點的天氣情況 在西北太平洋上有一個很有組織的雲團 風雲也挺清晰的 它是超強颱風譚尾 我們的譚尾會在未來幾天 向一個西北方向移動 橫過西北太平洋 大致於向台灣移動海域 對我們天氣沒有直接影響 今晚和明天的詳細天氣預測 我們計會是大致多雲 間中有趙雨和雷暴 明天雨勢會逐漸減弱 部份時間會見到陽光 氣溫介乎25至30度 吹和緩至清淨的偏東風 明天初時離岸 間中會吹強風 至於資料方面 我們計會很專門的趨勢會繼續 受到乾燥的大陸氣流影響 我們計會之後的兩三天 天氣會是漸轉天晴和乾燥 而日夜的溫差會比較大 無論天氣如何 希望大家有個愉快的中秋節晚上和假期 關燥的唇